函数部分,也许这边的话就是用那个 这边这个序值,也许我们就是 这用函数 也许我们用 那后面还有VBA,所以我们三个阶段,第一个的话就是刚刚讲的 那你可以用BIG5,或者说如果你不用BIG5的话,那你可以再把这个中间的东西把它改成全形的 记得输入,用输入法里面这个 然后按SHIP加上前刮弧 这样才会是 全形的,然后打勾一下位置对了 第二个 那第二个他抓什么?后刮弧的位置,所以其实你可以把这个公式 复制一下,取消 参考他就好了,因为这样比较快 这个的话后刮弧 一样SHIP加上后刮弧,Enter一下 抓到后刮弧的位置 所以第2个字跟第6个字 那如何切出来呢?插入函数 我们可以利用那个MID函数 然后做什么呢? 把这个文字里面,开头的位置就是这个 再加1 不过这个时候 就还是记得怎样 把它再切回到,不要麻烦 切回到半形,加1 然后再来怎么样呢? 就是从 前刮弧的位置 加一个字 切几个呢?切这个 减这个 再减一个 OK,125抓到了 OK 所以一样的方法 那其他的话就自动再把它填满 那如果他你希望 一次就全部做完的话 那你可以把这个公式里面 的东西再做一次 全部的东西 我想这个应该 前面有讲过 你可以试做看看 那可是比较麻烦的是什么 比较麻烦的是这个 宽 宽的 第1个就是 前刮弧的位置 那 Fly函数 因为他如果预设的话 是找 从头开始找 可是永远会找到这里 那怎么办呢? 没关系 把这个在 这个位置找到之后 加了1之后 往这个地方找 他就会找到这个位置 那所以呢 我们可以 怎么做呢? 第1个 可以先把 干脆把这个公式 拿来参考一下 这个公式 先把它 因为我 跟着一下 应该是 把这个 就是 Fly的这个 这个公式 或者你可以把它拿来用 或者干脆你指向他也可以 我把它拿来用 复制一下 那因为我要找的是 前刮弧的位置 所以 插入函数 一样用Fly 一样用Fly 那Fly的话呢 一样找这个 跟这样 找 前刮弧 这个比较麻烦 还在切到那个 全形的 OK Enter一下 找什么呢 找这里面 但是位置 记得从哪里呢 从刚刚的 有没有 这个开头的位置 找到的开头位置 2嘛 再把它加1 加1 你看这个要切 这个全形半形 真麻烦 所以 要不然就加一个BigFly好了 这样就比较不用切来切去 所以 OK按确定 这样的话就抓到9 那以此类推 那底下框我想差不多啦 就是你再可以把这个公式 再复制一下 然后 再把它拿到这边来 再把它贴上 这个方法跟刚刚一样 干脆直接拿这个来改 应该可以 复制一下 拿这边贴上 那只是把这个改一下 改成那个 全形的 后刮糊 那这个也是 全形的后刮糊 其实也可以这样改 改出来 Enter一下 打勾 可以 没问题 底下 就可以 把它再 做切割 切割我想一样 所以请各位这个部分 自己做一下 那可是高 那高怎么办 只好怎样 再把这个 再把它剪下 再把它复制 不是剪 复制一下 再一样 就是在 插入一个fine 最近使用过好了 不然这样我 fine 然后 一样去fine 那个 钱瓜糊 所以一样要 全形的 然后 vistin 这个 再把刚刚的公式 贴上 记得不要复制到 等号 OK 那把它 加1 又错了 加1 OK 那就找到什么 从第十个字开始找 找到 第三个瓜糊 那就是16 按确定 向下填满 当然 还好只有三个瓜糊 对 如果没有十个瓜糊 那 真的不是 所以 函数 大概没办法 因为它 就只能够用 第三个 参数去变更 那不过 VBA就比较 弹性比较大 它可以自己在 跑回圈 自己再往后面找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1 2 3 那最后做完的话 可以有这个 三个 画面下还给各位 试一下 那应该是要道理 反正 原则上知道 至少你会比 突发炼钢 自己慢慢弄 一定还是比较快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